你好,欢迎收看12月28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路易会 为了因应中央明年元代开始要开放韩莱克多巴胺的猪肉进口 现场徐中卫特别协同了县府各局处 还有包括议会,还有包括肉类工会 及观光饭店,大型量饭店,还有校园社团等 将近有40个人民团体及共产单位 共同宣示要守护乡亲拒绝莱猪 为了因应中央明年11号开放韩莱克多巴胺猪肉进口 现场徐中卫28号协同,花莲县政府集图首长 花莲县议会,花莲肉品工会,各公共饭店,大型贩卖商场 各级农会,肉品庞商,各校校园团善业 以及社区关怀据点,文件站,私自据点等 40多人,人民团体以及共产单位 共同宣示守护乡亲拒绝莱猪 鉴定花莲县捍卫实案拒绝莱猪的严正立场 所以我们感谢议会,花莲县政府在自治条例 我们送到议会,议会非常迅速的来通过 就是我们要把我们花莲县捍卫 花莲县民以及捍卫来自于全国 乃至于未来世界各地来到花莲的好朋友们 都能够享受到安全无余 而且都能够非常安心的在我们本地来消费 来旅游 所以在这里,真为再一次呼吁 也再一次感谢我们所有的乡亲能够支持 拒买莱猪 这是我们大家要做的 你,我,他,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 拒买莱猪 而公布门要做到的是 我们加强鸡查 如果有查到 贩售含有莱克多巴胺的食品以及肉制品 肉类 我们马上开拔 而且马上公告 代表花莲县议会致辞的县言 薛公表示 先前花莲县议会受到花莲县政府拒绝莱猪的公文 花莲县议会一次通过 以县福同心坚守领检出的立场 无论是学童的圆阳午餐 社区关怀据点或是部落文件站等公餐单位 皆禁止使用含有莱克多巴胺的肉品 尤其花莲县又是观光圣地 更是国人旅游的首选之地 更应该严格把关 让花莲乡亲与全国友人都可以在花莲吃得安心住得安心 让中央知道我们花莲的决心 尤其是我们花莲县议会所有的同仁 包括我们中国国民党 所有的干部门 就是一致的反萊珠 包括我们张晋 张议长 和我们顾议长 特别的关心这个议题 所以说在习近平的配合之下 把这个所有的反萊珠 零检出的部分 全部赶出我们花莲 预备说好不好 好 从今年年初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民众人心惶惶 对食品安全意识跟着抬头 如何透过吃的健康安全免疫力 为此花莲县议长许正为带领着卫生局 农八处加强炫导食安以及计查步伐 率先告诉全国乡亲 花莲的农村产品品质挂保证 花莲各乡镇市农会推出最安全的食材 让民众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展现换新政府守护献民吃安的决心 记得总理换社会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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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